我们都害怕有着比常文更奇怪的身体特征 因为我们害怕备受歧视 但和别人不一样不全然是坏事 今天我介绍的是为你们带来五位拥有奇特肌肤的女神 看她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自信 并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现代女性 纳斯阿诞生于1996年来自俄罗斯 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白化病女孩 白化病是由于体内的色素缺乏 而导致眼睛呈现红、蓝或灰色 皮肤和毛发则呈现白色 她没有因为自己的肌肤和病症而感到自卑 反而尝试各种妆容和时尚传达 白色的发色与白色的肌肤加上精致的五官 让她看似像个天使 这些特点让她成为了出众的年轻模特 同时她也是一名歌手 偶尔会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分享自己的作品 黑人的肌肤往往不怎么会长雀斑 但这位来自洛杉矶的美国黑人女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她长了一脸的雀斑 但她认为自己独特的肌肤加上她天生的非洲纹理发 使她与众不同 因此没有因为世俗之见而向世界妥协 她慢慢一步一步的成为成功的模特 此外她也是知名品牌可可可乐和Target的代言人 Nikia说 同时拥有成脸的雀斑和非洲纹理发 使我饱受歧视 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独特的 所以我选择拥抱自己的不完美 使她变成我的个人特色 minihello在四岁的时候肚子莫名出现了白色斑块 结果被确诊为慢性皮肤疾病 在长大的过程中 这些色块不断蔓延到手、脚、脸等部位 乐观的她也在自己的Instagram帐号分享自己的生活照 而被美国知名的电视制作人相中 随后她被告知可以参加模特选秀 mini在选秀节目中获得第五名 也因此展开了她的模特生涯 Konichi是世界上第一位白画病模特 Koni来自香港 父母为了不让她受到太多的关注而选择从香港移民自瑞典 1969年出生的她因为白画病导致肌肤与瞳孔颜色交浅和敏感 但她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 反而将自己独特美发展自己制 活出自己快乐的人生 自25岁开始就和许多著名的摄影师合作 因此成为了许多时尚杂志的宠儿 Koni也说 白画病并不会局限人生 世界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大 来自塞内佳儿的19岁女孩 她拥有比黑人还要黑的肌肤 自小因为皮肤过于又黑而遭到同学霸凌 但这没有教悉她 想成为模特的梦想 她参加了一个有色人种女权活动 因此让她名声大噪 在17岁那年 她的社交媒体就有超过23万的关注者 她不断鼓励和她有相似经历的女孩 鼓励她们要做自己 她也说到 如果你生来就特别 请不要改变她 她也将自己称为极度黑女神 看完这五位美女的经历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美从来不只有一种 分别只是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和如何活出自己的故事 你们喜欢哪位女神呢 可以留言和分享 喜欢这部影片的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